我是今屆職工盟的副主席鄧建華 職工盟是三十年 其實我也是剛剛好三十二歲 在這個歷史關口 我是沒有辦法不走出來去擔任這個崗位 其實我跟主席袁一樣 如果不是過去一年的警方 我們未必會走在這個崗位上 我們知道當時代要求我們的時候 我們就有需要去補位 就正如職工盟一樣 有需要的時候一定會出來補位 在這個最後一階段裏面 我們都需要將抗爭的火種延續下去 過去半年 我們跟很多團體 很多人有很多嘗試 去繼續在民間社會發聲 很多在街頭上面跟我們一起擺街站的戰友 我們看著過去幾個月一個一個被送到監獄 或者不得不離開香港他們的家 這陣子 斉對著不同團體的打壓 一個接一個 政權的劇本告訴我們 你別無選擇 你一定要跪低 過去的一個星期以來 我們做了一個很艱難的決定 總共我們做到這個決定 其實我們仍然是很反覆的問自己 是不是可以不跟這個劇本走呢 其實很多的執鬼很不甘心 我們討論的時候都會問是不是非解散不可呢 這個公民是我們30年來1.1滴 自己堆砌自己組織出來的一個堡壘 這一座堡壘我們是不是可以這麼輕易拱手相讓呢 沒有了這座堡壘香港的工人又可以怎樣呢 我們不斷地去問這些問題 當要做決定的時候 每一個執委都是很不甘心 就算我們開會的時候 我們去討論如何減低風險 很多的執委其實都不願意去辭去他們的職務 在我們宣布我們剩下三個執委和人 留在這個團隊的時候 很多人以為我們整個團隊是潰散被打敗 但是我們幾個人反而沒有這樣的感覺 因為我們知道大家仍然在這裏 就好像今天這樣 我們大家都會回來 都會留在這裏 因為這裏就是我們的堡壘 就算我們做一個很艱難的決定 但是我們沒有一個人說要跪低 我們沒有一個人說要不如低調一點 不要搞這個什麼展覽了 沒有一個人說靜靜地做完那個程序就算了 相反我們決定繼續搞這個30周年的展覽 而且覺得是必須繼續搞 因為我們是不可以被政權任意去扣我們帽子 亂定性我們過去30年的運動 國安法的任務已經不是把一小撤的人 所謂送去入監獄這麼簡單的了 而一套工程 將香港人的價值 我們的故事 我們的社會運動 一筆抹殺 是想將歷史重新定性 抹殺每一個人的故事 瓦解人和人之間的關係 之所以我們要繼續搞這場展覽 因為我們的故事是必須要由我們香港人自己去繼續去講的 我們的故事是什麼呢 就是連結 就是連結工人 不同行業的工人 連結民間社會 連結國際的民間社會 去做一個很大很大的改變 連結就是我們的任務 工人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去連在一起 我們職工運由八九民運趨生出來 過去三十年的積累是怎樣的呢 工運可以用怎樣的形式的呢 我們想透過這一個這樣的活動 和我們的會員 相聚 一起去回顧這三十年的歷史 來到今天我們幾個 我們的團隊都沒有心存僥倖 我們知道就算是這樣的堅持下去 都可能要付出代價 可能會遭受審判 但是我們要強調 如果職工民遭受審判 審判的不會是幾個被告 是審判我們三十年的公運歷史 是三十年所有香港工人的運動 如果你要審判 就是審判這件事情 如果這一場審判終於來到 無論我們當時是用什麼方式去繼續存在在 我們都會正面地面對 下星期就是我們職工民的會員大會 我們這個團隊 撐著香港公民社會發聲的空間 來到這裏 下一步我們希望在會員大會裏面 屬會的討論是可以很真誠地去分享 我們希望屬會可以教會我們怎樣去回應 我們現在面對的恐懼 這一場會員大會我們要強調 不是一個橡皮圖章 不是一個程序來的 不是我們宣布了然後去投票 我們是一個集體決策 我們是在會員大會裏面尋求 集體的智慧一起去決定我們的去向 而我們相信在這個時刻去回顧我們公運的歷史 是會幫到我們幾十個屬會一起做這個決定 失敗是不可怕的 可怕的是我們自己 是我們自己把手中的權利 白白的拱手襄揚 不要放棄自己所相信的價值 不要抹走我們曾經走過的歷史 這一個就是我們這次展覽 想和香港人講的說話 這些明明就明 想問回剛才說到重聚 拍不拍拖就算10月3日決定解散 將來會不會再做一個團體出來 或者期望其他人組織一個團體再幫些工人 我們相信工運一定會用所有不同的形式去存在 所以這件事就是靠著 我們現在可以做的事就是 將我們30年的歷史擺出來 我們的經驗擺出來 後人怎樣去做 怎樣去繼承這些價值和做法 自然有它的方法 會不會起音樂 沙不怕風吹 在某天定會凝聚 我相信有工人的地方一定有工運 我們希望中介入其他人 nachdem 中間或是不然 你可以用二樓的食材